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当然有看过啊! 没有错,但故事中的本尊纳赛里在戴高乐机场去世了,像年轻16岁。 怎么会这样啊?但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会住在机场呢? 在1945年出生的纳赛里,在1988年被伊朗驱逐出境,因为身上没有护照,沦为机场难民。 从1988年到2006年都一直住在戴高乐机场, 第一航站,在2006年因为健康的问题送医,之后住在巴黎的庇护所中心。 机场人员表示,他在发病的前几周又回到机场居住,但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憾事。 当天中午的时间,纳赛里在戴高乐机场2F航站心脏病发, 经过警方和医疗团队抢救都无效身亡。 看来纳赛里的航站情缘也告死一段落了呢。 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机场,Airport,机场,Airport. I suggest that we go to the airport early,我提议早点去机场。 I suggest that we go to the airport early,我提议早点去机场。 第二个单字,导演,director. 导演,director. Anne Lee is one of my favorite directors. 李安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 Anne Lee is one of my favorite directors. 李安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 第三个单字,护照,passport. 护照,passport. My passport run out next month. 我的护照下个月就过期了. My passport run out next month. 我的护照下个月就过期了. 就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机场,Airport,导演,director. 护照,passport. 这样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听新闻,学英文,我们下次见,拜拜。